十一种性质各位大德 从三种性质这边 我们再把它扩展出来 把它扩大 就可以看得更细节 十一种行为 十一种性质 第一种性质 甚至是指教时 不掩盖过错 不狡辩 不抵赖 这如掩盖过错 这就如同贼 或者是贪污的人 被警察抓了 还说没有 我没有做 没有 这种行为 掩盖过错 等到对方拿 证据 或者 见证人 出来 设计了法 听 才接受 所以这就是不对的 如果他们就 他们就 宝贝 中 哦 我没有 对方 我 我来 来 就是 这就是 祝福的证据 去哪里 你去哪里 抓抓抓 没有 我来吃饭的 你看呢 我们正在吃 木瓜沙拉 哪里在祝福 你们在做什么呢 吃饭 吃饭 我们正在吃饭 我们正在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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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去看屋领的人 躲在洗手间里面 这是赌博被抓到的 第一个 好性质就是 不掩盖 过错 不狡辩 不抵赖 第二个好性质呢 是 当善知识指教时 会 接受 然后就往好的 建议啊 那个方向去改变 自我改变 每个人从小 最 靠近每一位的 善知识 就是父母 各位 对吗 从小啊 父母会教你 那样做 这样做 不要那样做 不要这样做 等等等等 我们就 听 接受 然后就改参 改变 自己 呃 连扫地啊 妈妈也教 对吗 龙皮妈妈也教 怎样扫地 怎样骂地 要这样扫 这样骂 对吗 所以 你 呃 这是好的 好的性质啊 听 接受 改变 很好 撒 图 第三 第三 不会 呃 跳骨头 跳骨头 好像抓对方 你 呃 你要指 指点我 对吗 呃 我就 注意听你 你的话有什么错 我就 退散步 抱 抱手 看着你 呃 你在 讲什么 往后看 或者是 注意用手 做笔记 不是 为了 做笔记 为了记住 帮助 自己的记住啊 而是为了 挑 骨头 抓 对方的缺点等等的这是不好 不好的性质所以 好的性质是不会挑骨头 呃 善知识指教啊各位很很值得听 杰罗斯善知识是大善知识的话 值得听各位 第四 啊 不爱插话 对方还没讲完就插话了 所谓 操话 顶嘴 呃 翻搏 等等 Sundays 子 这个小朋友 可能 他不懂事啊 这个小朋友 不懂事 暗 学坏了 这种行为 呃 一面看也蛮好玩 一面看 也是 联想 道 他 他身边的人 里 看一看 你在做什麽? 什麽? 噢你啊 不聽話 他就說 你走!走開! 噢 噢 噢 我還擲地哦 哦 講話口舌不清啊各位 聽 聽不出來他在講什麽 泰語啊不過聽不懂他在講什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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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阿公頂頂嘴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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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等等,鸟,狗之类的,小朋友更厉害。 假如有小朋友在身边的话,各位要以身作者,好吗? 否则的话,变成爱插话,爱顶嘴就不好。 所以好的听话者不爱插话,各位大德。 好吗? 第二,有尊敬词词和他所谓的尊敬词。 嗯,就知道,不管对方啊,是,是,尊分是谁啊。 不过他是尊敬词词的话要尊敬他啊。 虽然他的年龄比各位小,也要尊敬他的话跟他的尊严。 尊敬他跟他的尊严。 尤其是长辈,各位。 不要伤害长辈的心啊,各位。 长辈是对各位好意啊。 各位的父亲,或者各位的母亲。 不表现强硬,差异,傲慢,放肆。 在这里,每个人应该很乖啊,不会有这种行为。 我们是指别人啊,其他人。 呃,所以,听啊,好的听话者啊,就有这种性质。 第七,会怀着欢喜心,听话,来聆听啊。 听善指示指教。 呃, 诚, 诚心的说,哦, 撒头,谢谢你啊,谢谢你,感恩你,指教我,谢谢,谢谢。 感恩对方,各位,谢谢。 因为,呃,要找到, 如果是善指示, 要指点谁,指导谁啊, 指教谁啊, 啊,会思, 三思后行啊, 思考很久,看了很久, 不是马上就指教。 看了很久,不过, 找时间,来, 呃,指教。 嗯, 所以要, 以感恩心, 换喜心来聆听啊。 第八, 不要固执, 呃,不要固执。 明明知道是错, 也不要再做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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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 呃, 酒后驾车, 谁不懂是, 不对,不好有吗? 哈哈哈哈, 人人都懂,对吗? 不过, 到目前还是有人啊, 酒后驾车,各位。 举例举例, 所以, 不要固执啊, 会伤害到, 己命, 他命 自己的命 他人的生命等等 尤其是 善知识 善知识跟愚痴者 有时候 外表看 长相是一样 不过内容是不同的 善知识就有 五种好的行为 十六种好行为 予知识是五种坏行为 跟十六种坏行为 长相一样 很难分辨 不过如果只细看 按照我们的 给各位的五个行为 跟十六个行为去看 就会看得懂 只如指看外表就像GPS GPS 车到航行 有时候会 路线到航行 导航行错误 就如同 结交 愚智者 就像 这条新闻 有一个 男生 他开车 迷路 迷路到哪里 就是 啊 不过 这个男生 Miru的男生啊 他开的GPS 到下 啊 进森林 5公里 各位看路线 哦 都是森林啊 海相信 海相信 GPS 到下 Miru 到下 到森林 各位 到下 哦 这是 很誇張啊 很誇張 自己 无头脑 没有思想 就 盲目着听话 这是 所以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啊 各位 不要盲目着 听话 各位 各位要懂 对方啊 来指教的对方 是 算知识 还是愚痴者 要懂得分辨了 各位 你看 开这架 车的男生啊 就笑一笑 很开心的 有人来救他 哦 哦 这是要懂得分辨了 各位 第九 当 善知识指教时 愿意奉行 使见 使对方 人怀着信心 就是 呃 就像 呃 研究 疫情 要研发 呃 疫苗啊 就要从 从中 学习呢 就不断的改善 研究 研发出新的 疫苗出来 呃 有时候科学家 就是要听 呃 很严谨的 听 呃 别人的 指教啊 很重要 我们有时候也要学 呃 科学家 呃 听从他人的指教 呃 奉行时实践 嗯 才能研发出 好的疫苗 啊 第十 认真的静听 和审评自己啊 啊 就像 呃 雨季安居的最后一天 法师们呢 大自制 呃 就 告诉 圣众说 揭露 呃 每一位 法师 有什么想要 呃 提供给我意见的话 请 多多指教 啊 除了 感谢 这一次的指教 也告诉对方说 下一次如果还有的话 请多多指教 华人都是有这种 心态对吗 容易也 呃 经常听到 呃 请多多指教啊 下次不用客气 下次再 请多多指教啊 感恩感恩 等等等等 好都是好的行为 第十一 最后一个是 不要生气 哈哈哈哈 你看 呃 呃 有时候 呃 善知识会用 呃 重一点的话 轻一点的话 来指教 就不要生气 就不要生气 因为 各位要 呃 要看 那位善知识的善意啊 啊 所以 这条法则啊 第29条法则 就必须经过 忍耐 呃 先有忍耐 自信呢 才能 当一个 容易听话的人 就这么的重要 好吗 那 对 既然 你 的